HELLO 大家好,又是我阿Dee 今天我們做海南雞飯 你不要再問我做那麼多這些做甚麼 學習吧,學完之後分享 因為我覺得有些傳統 一種原本的學到的東西 我就學了回來分享給大家 大家看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那個最厲害的 就不介意留言 不過不要寫一些傷害性說話 我的心靈很弱小 雖然我這麼肥大 今天做一個叫做海南雞飯 海南雞飯我已經煮熱水 然後把香茅、蒜頭、藍薑、乾蔥 然後把香茅放進去 然後把香茅放進去 我們今天不用龜精 我們不用雞粉、雞精 總之一些合成的東西 我們用魚露 我告訴你,魚露也差不多 魚露比較天然 對不對 準備一隻冰鮮雞好、新鮮雞好 你喜歡用法國藍雞 都可以 最重要是溶雪 溶雪 如果用急凍雞就溶雪 好,其實最好你們去買雞的時候 就買一些雞油 不然的話 其實我還有一件事想介紹大家 這些應該是日式百貨公司 或者日式超市 我叫購買 我待會就會找這個來做雞油飯 這個是日本雞油 很棒的 這個先放在這裡 一般你斬雞的時候 或者什麼呢 你可以撕掉屁股的油 就用來做這個雞油就可以了 首先現在 開了蓋 把材料放進去 斑蘭葉 蒜頭 藍薑 乾蔥 然後 香茅 好 先滾一滾 讓它的水裡面 先吸入一些味 對了 我漏了魚露 好 現在幫雞湯洗澡 這樣 這樣沖洗的時候 就是讓雞的雞皮熟好一點 嫩一點 而且在沖洗的時候 讓雞浪也充分可以吸入水 沒有一個真空狀態 這樣就會比較好一點 好了 現在就把它塞進去 蓋上去 蓋上去 先 中火 15分鐘 過了15分鐘之後 再翻一下 然後再來15分鐘 到時候就看看 生定熟了 要不要再焗10分鐘 好 好了 過了40分鐘 我們就拿出雞 出來 通常拿雞出來 人們都會浸涼水 我們都浸 不過就放在密實袋裡才浸 為什麼這樣做呢 雞就會有它的味 就不會被水沖走 看不到它 先浸 接著 我們就會 把雞油炒 好 先把雞油炒爆 好 接著就放了 我們剛才說的 日本雞油 其實我想告訴你 這個日本雞油才不得了 真的 我那天試 飯很好吃 我基本上吃完飯 炸完之後 雞油 就拿走 接著就將 將斑蘭葉 薑蔥 香茅 蒜頭 還有黃薑 全部放進去 把雞油炒 放進去 然後把雞油炒 放進去 然後把雞油炒 我們剛才拿這個 去量一下米 那我用這個 之後把米倒進去 煮一碗 放進去 然後現在 接著將米倒在飯煮中 全放進去 然後把剛才煮好的雞油和湯倒進去 這樣就可以煲飯了 好了 現在煲飯飯熟之後就可以吃了 完成 好了 現在的雞肉就可以了 先把雞肉剪掉 飯都差不多了 Sweet 真棒 好了 現在等著飯就完成了 夠香 但好像不夠油 我想把雞油拌下去 再拌多一點 我很喜歡吃那些雞油 真的覺得好像很棒 好了 把雞肉拌好之後 現在要不斷拌它 我會把雞肉拌好 好 現在要不夠油 好 現在要不夠油 我會把雞肉拌好 好 現在可以做雞肉 好 現在要不夠油 我會把雞肉拌好 好,拍完照就能吃,懂得吃當然要試雞胸 油飯當然不得了,對吧 雞胸也能吃 不得了,其實我用了15分鐘,翻完再加10分鐘 總共40分鐘就已經完成了 其實真的簡單 最重要是煮完雞,煮飯 飯才是一流 我剛剛煮完飯,其實飯也不錯 不過我很喜歡雞油,所以我再加雞油 現在飯應該不得了 這個太適合焦點 不然你也可以買一個 ABC黑豉油 煮飯就一流 你看,是夠黃的 但我總是覺得不夠香 因為我本身加了一碗 我再加了一碗 之後 雞油,一碗雞油 即是一加一加雞油 現在是不得了 好了,不跟大家說,我們要開飯 我覺得這個海南餐廳適合你用 請你們 告訴我 如果有什麼地方你覺得要改 或者你有其他方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 覺得好看 給點讚 還沒訂閱 訂閱 下影片見,拜拜 幫忙 好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